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郑奥亭 新闻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拜登 Omicron病种会令人担忧 而不是恐慌 今天上午 美国总统拜登向全国发表讲话 拜登说 我们将会在美国看到这种变异的病例 针对这种新变种的非加保护措施 就是接种疫苗并进行加强剂注射 他还鼓励接种疫苗和打加强剂的人 继续在室内或在人群中穿行时戴口罩 Omicron威胁禁逼 美国入境筛查追踪 未加强引人忧 美国从今天开始禁止来自南非 和另外七个非洲南部国家的多数旅客入境 试图遏制近日在南非发现的COVID-19 新变异株扩散 不过卫生官员尚未采取任何新的筛减或追踪规定 来应用这波新的威胁 美国传染病专家夫妻表示 美国可能已经存在Omicron变异株 国税局节假日期间纳税人请提防诈骗 保护财务信息 美国国税局今天提醒纳税人和税务专业人士 在节假日期间 谨防税务诈骗或身份盗用风险 特别是在网上购物 或收到可疑的电子邮件或短信时 切勿使用他们的个人和财务信息 也不要忘记电脑和手机使用安全软件并保持更新 美感恩节航空客运量创新高 刚结束的感恩节假期 美国航空公司迎来了自新冠流行以来最繁忙的业务 数字显示 28号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对近250万人进行了旅行筛查 这是2020年2月15号以来最多的一次 但是新变种病毒Omicron蔓延 航空业恐怕再次面临萎缩 中天中午真理报道